这是什么样的一场对决 让两名韩国选手刚开始就要加击王蒙 阻止王蒙拿到第一领跑 就是说死了说到头就不让王蒙在前面领 因为王蒙的绝对速度现在是所有短道速滑 女选手当中最快的 而且他瞬间爆发的能力绝对是最强 这又是什么样的比赛 让王蒙最后一圈直接甩开 想要加击他的两名韩国人整个屏幕 都看不到后面的对手 一起决筹拿下比赛胜利 在2008年短道苏华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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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大魔王王蒙同组中 有两名韩国人 比赛开始之后两名韩国运动员相互配合 想又再开局 就将王蒙阻挡在后面 不过他们的美梦也就坚持了两圈 在两圈之后 王蒙直接从外道超越到第一 因为王蒙的绝对速度 现在是所有短道速滑 女选手当中最快的 而且他瞬间爆发的能力绝对是最强 让王蒙在前面临 可能如果王蒙滑开了三五圈 这个差距就拉开了 他后面想打战术很难 所以他拼死了 用半圈时间抄到前面 要去压住王蒙来打战术 王蒙现在很轻松 王蒙这个绝对速度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快的 他这种爆发比较好 看看王蒙能不能利用 他自己这种速度快的优势 来抑制韩国这种选手的打法 之后的比赛 王蒙可以说没有给对手机会 在最后一圈 直接将对手拉开几十米 甚至整个摄像机中 都看不到后面的身影 可见大魔王的实力是多么恐怖 爆发很强 关键要一千米 还要靠最后两圈的耐力 顶一把